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我终于学完了自骰子这个游戏 并且通过了考核 我们赌场自骰子这个游戏是九个星期的培训课程 但是由于下雪休息了三天,结果又补了一个星期的课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快崩溃了 因为每天不但要上八个小时的班,还要上三个半小时的课 每天我只能睡四五个小时 我的腿由于长时间的站立,也已经开始浮肿疼痛 就为了每个小时多收入五毛钱 而且这次遇到的老师呢,非常的和蔼可亲 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机会 也不想前功尽弃 真的是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虽然最后呢,我也是考了两次才通过了考核 但是学下来之后也算是了了一件心事吧 我终于把我们赌场所有的游戏都学完了 不容易呀 两年前就打算把这个游戏学完 结果呢,遇到了小人挡道 这次呢,总算学完了 我们这次一共有八个发拍员学这个游戏 但是中途有三个发拍员自己放弃不学了 我们是周一到周四上课 周五是练习的时间 可去可不去,我大部分时间都会去 因为制骰子是所有这些游戏当中最难学最复杂的游戏 多练习是必须的 我们每天上课的时候都会讲一些新的内容 然后几个发拍员轮番的练习 我通过考核的第二天被分配的牌桌呢 是百家乐 正当我发完一盒的牌 等着换新牌的时候 我们经理走过来问我 想不想发制骰子这个游戏 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 我说想啊 结果他让我把正在制骰子牌桌上的一个发拍员 换到我的牌桌 让我去发制骰子 就这样我一连四天都在发这个游戏 还记得第一次我站在牌桌旁 我是一脑袋浆糊 由于太专注地在那想怎么付玩家的筹码 以至于玩家和其他发拍员说了什么 我根本没听见 当玩家赢了需要付给他们筹码的时候 我还要想半天 被主管问应该付多少 也回答不出来 最后觉得自己太笨太慢 还挤出了几滴小眼泪 还好我的同事和玩家都非常的通情达理 一直帮助和鼓励我 每天回到家吃过晚饭后呢 我就练习如何支付筹码 这些都让我很快就适应 并且喜欢上了这个游戏 由于这个游戏需要三个发拍员和一个主管来完成 所以大家互相帮助 让我在工作中受益匪浅 尤其是还需要大声地说出这个游戏的话术 还要重复玩家的话 这也让我的英文有了更大的提高 学习的时候再用功 实际操作也会多少有些不同 所以更需要我们观察别人是怎么做的 不懂的就要问 没听清玩家的话 更要赶紧地问 有的玩家不耐烦 那也没有办法 不能不懂装懂 有时我也会告诉他们 我是新手 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和帮助 大家也都非常的理解 毕竟吹簇只会让发拍员更加的紧张 动作更慢 现在我已经学完制伞子三个星期了 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虽然工作的时候精神高度集中 但是我喜欢这种通过努力 就能看到效果的成长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 我们付出了努力就会有回报 我们虽然改变不了别人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当我彻底地学完课程 再在工作中不断地发这个游戏 我发现其实所有的游戏都差不多 都是由陌生到熟练 关键是自己要用心地观察 模仿 琢磨和练习 智骰子这个游戏虽然复杂 但是工作一段时间就会发现 它就跟Blackjack 21点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在工作中不断地实际操作 熟能生巧 由当初的实际用备 最后变成习惯动作 顺畅地收支筹码完成这个游戏 由于这个游戏的节奏比较快 作为新发拍员有时会慢一些 主管或者其他的发拍员帮忙 告诉我们怎么做的时候 就赶紧按照他们说的 完成自己这部分的工作 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手忙脚乱 变得越来越镇定自若 在智骰子这个游戏中 有些话术都是需要大声地说出来的 有些老发拍员会说得很简短 但那不是好的习惯 因为作为一个团队合作的游戏 这些话术是帮助其他发拍员 摆放和收支筹码 也让主管知道你在做什么 有时忙起来 一张牌桌上十几位玩家 一开始看到这架势 我就心里发慌发毛 尤其是几个玩家 同时把筹码往桌子上一扔 完全不知道哪个是谁的 其实帮助完一位玩家 放好下桌的筹码 再帮另一位 不知道的就问一下 这样有条不紊地坐下来 慢慢地自己也就找到了这个游戏的节奏 每年我都希望能学或者做一件 让自己心潮澎湃的事情 今年学这个制骰子算是一个挑战 让我体会到了兴奋和刺激的感觉 我发现每次学或者搜索 我想要的东西我都超级的兴奋 还记得以前学勾针 给孩子们找英文学习资源 学习如何养鸡种菜 网上搜索房源 学习买指数基金 所有的这些都让我的生活非常的充实 不知道接下来我又要折腾什么了 好期待呀 这就是我这一期的视频内容 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学习和发制骰子 这个游戏的过程和感受 如果打算长期在赌场工作 我真的建议把所有的游戏都学完 这样不管去哪个赌场 都能非常容易地找到工作 有时在工作和有生活中 给自己一些小小的挑战 也是件非常激动人心的事情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见 爱你们 优优独播剧场——